这是什么比赛 你将马铃被打到双手插腰 一脸无奈 传统直拍的巅峰马铃 遇到霸王岭的开创者将计可 能否有胜算 在侧身后 二侧启动 快得到正手大脚 防守质量加盲后 身边到正手 一个典型的调阵压防 抓住机会 放手防拉 逆转了困境 马铃的打法 变化多 控制好 主要靠前三马的正手抢攻得分 漂亮 连点发球都很凑 接发球的霸王岭 这也是张计可 最显著的一个技术 主动寻求侧神 摆脱防守的牵制 漂亮 相对于马铃 张计可 打法质量更高 有完整的防守进攻体系 漂亮 马铃的防守 是传统的推挡 但是他的推挡 变化很多 这样呢 解放军队和广东队 今天来争夺冠军 在法王球后 静台的爆条 他的前三板 变化更多 在长球开路后 马铃正手抢攻 无奈张计可 已经是站稳了 主动批成的防守位 暂抵马铃的刺身质量 下方的防拉 得分率很高 马铃的刺身质量 显得非常轻巧 在上次中 武当寻求反攻的机会 连续两个调打得分 都是在前三板 就封出胜负 接发出的琳娜 马铃的一个变化 发球上的变化 控制对方的琳娜质量 逆旋转 压住反手 内镜中的转手围攻 在哪打球 他说我必须要全神贯注 打好每一分球 发球冒高了 张计可的强拉 非常果断 空住两边 让马铃跑起来 马铃的进攻 先以下全球打起 配合前三板的调打快带 一旦到了上全球 他是比较下风 把球拧起来后 打主动的相扯 这就是张计可的 优势黄洁了 没有接好内旋转发球 像王浩 也没有处理好 张计可的进攻 帮帮加质量 让马铃在进台 很难快速反拉 只能去被动招架 摆了一个半高 张计可 强力拧拉 甩了一个斜线空挡 这一轮 发球 反拉 这种抓机会的反攻 马铃特别上场 漂亮 标志性的爆往里 这个技术 在当时 也没有太多人使用 逆旋转 拉起来 切一板 漂亮 这就是马铃的推挡 变化 这就是马铃的推挡变化 一板推 一板挤 马铃对张计可这个 23年的视频赛即将举行 张计可 是男胆的爽冠王 漂亮 漂亮 而视频赛来当冠军 这是马铃的一个痛点 有三车打进了决赛 但只获得了亚军 漂亮 这样高质量的防守 让马铃很难测身 白短 反手拉斜线 防守上不了手 只能去回戳 结果弧线高了 出了机会 漂亮 接发球 直接别到大脚 漂亮 正手的相扯 马铃率先变化落点 给到正手后 回到防守 漂亮 被两边拔住后 马铃很难摆脱 像这样的丢分 就是技术上的劣势了 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关键时刻 来寻找机会 神热打发球 抢攻 张继可的暴力 打乱了节奏 这个时候的张继可 学长只有21岁 但是关键一分上 特别敢给你出手 一果断 逆旋转 漂亮 最后是张继可 3比1 停下了马铃 这是他自己倒在了地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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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